走近一片香草药草原映露眼帘的就是山茶坊 这间影视在七读马林里面的咖啡厅有着优雅的环境 也是身兼基隆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平常最喜欢和里长们聊天兼开会 处理地方服务事项的地方 我们马林地区的各休闲农业场所 因为就是位于郊区 而且郊区附近都是森林 深山甚至可以爬山的地方 那里面也温多金也比较多 虽然说疫情刚过 然后渐渐现在有稍一点维温来讲的话 我想我们这边马林地区的休闲农业 包括有纳地区的休闲农业场所 适合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各一个户外交友的一个地方 可以来这边聊谈一些心事 然后喝喝个下午茶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耿辉也在这边呼吁 不妨剩下暑假剩不到一个月的期间 希望可以带着你的家属 到我们基隆市的各休闲农业场所 去交友一下去踏青一下 逃离成宵这边实在是安静 可以放松心情 然后好山好水 喝着业者利用自家香草药草园区 种植培育强调天然野生无毒的各类香草 以及药草特调出来的苹果紫苏冰沙 肉桂露咖啡以及鱼心草煎茶等各项忍热饮品 既消暑又养生 现在的人呢讲求慢活跟养生 那我们很多东西呢 就以无毒、有机、自然农法的方式 下去栽种、培育 那主要呢 我像我咖啡厅这里呢 就是用一些我们用自然农法培育的紫苏 鱼心草、叶下猪 对,那我们来做一些我们的养生饮品 那我们养生饮品里面呢 我们也有用紫苏醋 紫苏苹果冰沙 鱼心草茶、叶下猪茶、金银花茶 之类种种很多的东西下去搭配 历经前几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酷的试炼 商查方依靠自己的特色和努力存活下来 因此马林地区的地方里长 更希望市政府可以协助当地餐厅 以及咖啡厅业者们 结合地方特色地景来协助发展观光 重新带动马林地区的商机 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收掉好多家餐厅了 我是希望说我们政府在 那个市府在这一方面 可以继续地推观光休闲 毕竟我们马林休闲农业区 好山好水 也呼吁我们所有的那个 在地乡亲或是那个所有的市民朋友们 有空大家西棚引伴一起来我们马林休闲农业区 多多吸收我们这边的奋斗金 舒畅身心 四周的环境 能够整理一个干净一点 才可以吸引外来的客 外来客 所以我这附近还有一个石头山 那石头山常常有人来爬山来游玩 如果说我们环境能整理干净清洁 大家都会很乐意的进来 山茶坊业者指出 他们家的肉桂露咖啡 用的肉桂露 是用清华肉桂蒸溜出来 比起一般肉桂粉用来调配咖啡更加香醇 欢迎民众和三五好友来品尝特色饮品 享受快逸人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